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山东人 爺爺奶奶是山东人 外公是山东人 外婆是杭州人 既一开始衰退是很长的时间 先重听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慢慢衰退 所以那种缓慢的过程 有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有警觉 这其实最可怕的事情 等到忽然发现来不及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外公要走之前大概半年多 那有一次我外公那时候生病住院 那我们去看我外公 我外公身上就插着管子 那我爸进去就哭了 而且哭得很伤心 我外公到去世前 他的意思都还非常清楚 我外公就看着我爸就说 我要撬帘子嘛 我外公就可以这样讲 好幽默好好玩 然后我爸就停不住一直哭 我爸只是说 他想到他将来就会是这样 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 他真的就变成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反而不会特别难过 我会想的事情是 我将来也会是那样 那我有什么心态跟方式去面对它 去接受它 所以我的听力也在退化 所以我觉得没办法 这是家族啊 那四字遗传我不晓得 但是我看过我爸走这条路 当我的听力在退化 那我下一部分可能就是大好退化 那这下一部分可能就是 跟我爸现在的情况一样 我们这一代到台湾 因为我们没有老家了 就是那种长辈都不在了 那所以我们不像 就是一个家里有好多代的那种 那种大家族 可能从小到大 不幸会经历过好几次 长辈的去世 那我们这一代常常 第一次面对的就是至亲 那是非常痛的打击 完全没有经历过 所以没有人告诉我们说 这个路 老化这个路是怎么走的 那其实我觉得 我们很幸运就是 就是我爸在前面 怎么这样路给我们看 那当然现在看到我爸在床上 那对我来说就是 那就是我将来的我啊 那就是他们已经走在前面 告诉我们说 人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的应该就是 那我们将来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 对我来说 那可能不是去难过他的衰退 因为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阻止的 那我们只能让他尽量好过舒服 那更重要的事情 反而是说我们自己 只能要去面对 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孩 这也太重要了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